總統依據憲法徵修條文第五條規定 提名蔡彩珍女士 朱富梅女士 陳總武先生 游博祥先生 四位為大法官 接下來本人要向大家逐一介紹 每位被提名人 首先介紹 被提名人蔡彩珍女士 請坐 被提名人朱富梅女士 被提名人陳總武先生 被提名人游博祥先生 六月中立院要審大法官提名 因為馬英九時代提的最後四位大法官將卸任 未來將創下十五位大法官全是蔡英文提名的世界奇蹟 攤開蔡總統圈選的四人名單 由最高法院法官蔡彩珍 檢察院秘書長朱富梅 台大法律系教授陳中武 以及律師游博祥青綠色彩濃厚 朱富梅丈夫檢察總長形態招更是狂起訴馬英九的達馬漢將 未來夫妻黨將掌握台灣神檢大權 而周波祥過去不但曾當過太陽花學運辯護律師 昔日佔領政院案還在法院外罵法官更擔任過促轉會 兼任委員跟顧力雄要好 陳中武則曾在黨產會表示要加速轉型正義 劉博祥太陽花的辯護律師之外 還擔任過什麼促轉委員會 政黨形象意識形態是極為鮮明 只要跟民進黨表過態 就可以高聲被提名為大法官 南軍炮轟四位大法官 其一色一路效忠民進黨 蔡總統將獨攬大權 司法恐怕徹底淪陷 未來十五位大法官全是蔡總統任命 影響是什麼 最明顯率就是萊豬的時候 地方政府其實可以加嚴格的 他就是實現的 他說這個中央政府的職權 這到底是政治的審判 健康這麼重要的事情 大法官都是如此 人民已經不報任何的希望 本該是正義最後一道防檢的司法 如今防檢在那 只需蔡總統一句話 恐怕也讓百姓不敢報任何希望 記者謝宏如李玄台北報導 總統府就要提名這四位的 大法官的名字 那麼監察院長秘書長朱富美呢 他就是由民進黨一路的提拔 他的丈夫檢察總長 邢泰昭也是打馬漢將 先前有多次的起訴馬英九 立委曾明仲就說了 蔡英文人選呢都是靠著意識形態 這是司法的悲哀 尤其是尤博翔 他當過不但黨場委員會的委員 他政治立場非常的強硬 意識形態非常的濃厚 而且基本上他的法學 去做個律師嘛 真的他只是一般的律師 不合適當大法官 完全是酬庸 完全是酬庸 國民黨一定強力反對 那朱富美他現在是監察院的秘書長 他先生是最高檢察署的檢察長 檢察總長 那中華民國其實官不多 高官為什麼一定要他們夫妻 一定要同時佔有 真的非常的奇怪 非常的奇特